怎么啦 发生什么事情了 说两句 说两句 讲讲来说两句吧 说两句吧 来来来 麦克给上来 突发状况啊 突发状况 来把衣服接一下 这是直接上场的是吧 我们的我们的 我们的那个什么保安妹往来 我们的那种担注是吗 没事 叫莱超是吗 来自哈尔滨的小伙子 对 这你不刚刚 刚刚参加完节目 刚刚离场吗 节目是不是已经播出了 大家认识吗 是 认识啊 当时对佟晏玲是一往情深 是不是 现在也是 我说两句 有点文字 在文字幕后 我们的那种识 你们 随分别 评论 你 都可以评论 这种识圈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挺看待在作词的 就是我感觉挺愧疚 大老远来了 所以我就说 我确实在直播间哭了 我挺愧疚的 就你的哭是因为愧疚 而不是觉得 就是两个人擦肩而过 你觉得遗憾 是吗 是 因为我爸妈也说 这孩子挺好的 那你挺好的 而且他也挺打动你的 为什么不会选择他呢 那是我爸妈喜欢 那我得找一个 我自己真心喜欢的 我觉得我今天既然冲上来了 在以后说 我可能几十年以后 我能对得起自己的心 我不能后悔 因为要不 我觉得我要是一直在那块 闷闷处处的 我以后肯定我觉得 我会怪自己 是 是 那就这样 刚才晏琳已经跟你说了 他自己的选择 然后呢 你到台下稍稍休息一下 然后呢 让我们的编导 跟那个莱超聊一聊吧 好 你说呢 好 行不行 既然他已经不选择我了 那我也没有啥说的了 我该做的都做到了 来 跟我们这个工作人员走一下 好 哎呀 整得我心潮澎湃的 那我也很欣赏 刚刚这小伙很汉子呀 我来问清楚了 怎样 好 明白了 走了 你看看 虽然我觉得这个 哎呀 这个伤疤不会浅了 但是呢 我觉得这 这也是一件好事吧 都是在这个磕磕绊绊当中成长的 好吧 好了 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好 好 谢谢大家